大家好,这里是刘二姐美食 今天去市场上花了30块钱买了两个大骨头 大家看一下,肉还非常的多 我们这边是12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边是多少 春天正是孩子长身体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多对脸大骨头汤给孩子们喝 有助于他们长高 用这种方法炖出来的骨头汤 汤浓肉香又不腥,营养又不盖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漂亮的大盆 把大骨头放进来 向里面加入半勺的面粉 然后用手给它抓一下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能力 可以吸附大骨头表面的 血水、灰尘、杂质什么的 大药抓了两分钟之后 手上有点黏黏的,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拿到流动的清水下面 给它清洗干净 大骨头洗干净之后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先放一旁控水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准备一把香葱把它打成葱结 准备好之后,装上盘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冷水 把洗干净的大骨头放进来 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两片生姜 滴入几滴白酒去腥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给大骨头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这样能彻底把大骨头中的血沫和脏水 给它完全焯出来 如果是热水下锅焯水的话 大骨头放进去 血水会立马凝固 这样脏东西就焯不出来了 无论怎么炖 炖出来的菇豆汤都不会白 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焯水 水烧开之后用勺子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去 我们在给大骨头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焯透哦 我们只有把大骨头焯透了 这样炖出来的汤才会浓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给大骨头焯水大压五分钟 焯出来的血水特别的脏 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迅速把它放到温水里面 给它洗一下 洗去大骨头表面的 血水脏东西和骨头炸 全部洗干净之后 捞出控水 然后进锅上火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烧着之后给它滑一下锅 然后放入两片生姜 这时候把大骨头放进来 让这个煎一下 煎出大骨头里面的多余的油脂 多加这一步炖出来的大骨头汤 又浓又白又好喝 我们一直把大骨头煎至表面金黄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迅速往里面加入烧好的开水 然后把水烧开之后 再次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开水 水不要一次性加钩 要慢慢的给它加 烧开之后再加 开大火把它烧开 烧开之后 然后再用勺子 把上面的油脂给它打去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炖了五分钟的样子 汤已经开始变白了 好 现在这个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把它连汤在骨头转移到另一个锅中 放入我们提前备好的通解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四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根铁柜山药 然后取个削皮刀 把皮给它削一下 削过皮洗干净之后 然后给它改一下刀 把它切成轨道块 山药切好之后 然后放入水中 锅里面滴入两滴白醋 防止氧化变黑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大家看一下 汤汁非常的浓白 满厨房都是飘着菇豆汤的香味 用筷子轻轻的一夹 肉就掉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把我们切好的山药倒进来 提前泡好的枸杞也加进来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调一下味 然后盖上盖子再给它炖个十分钟 把山药炖熟就可以了 十分钟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汁 真的用浓用白呀 太香了 这时候我们的山药也已经炖熟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向里面加入一点鸡心 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好 关火 好了 一道非常好喝又营养的大菇豆汤就炖好了 夹一块让大家看一下 肉非常的软烂 哇 真的非常的好吃 一点也不腥 特别的软烂入味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看着就非常的想吃 里面的山药也是非常的软烂入味 山药稀做了大菇豆汤的汤汁 也是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烫奴肉香啊 太美味了 然后上面撒少许的香葱香菜 点净一下 断上桌就可以给我们的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炖菇豆汤的小窍门就到这里了 按照这种方法炖出来的菇豆汤 保证让您的家人喝一次就忘不了 上桌汤汁都不剩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忙转发 点赞 收藏 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